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子融的部分再度强调 子融的话在国际观的部分 或者在基本面 筹码面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擅长 那么我们就先请子融来帮我们看一下下 在昨天美股的行情跟观察 尤其像稻虫真的是蛮强的 确实没有错 在这一次中美贸易大战之下 其实美国股市跟上阵指数 大家看了一下 当然是谁胜出 当然就是美国胜出 所以这里来看的话 就是上阵指数 中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大战之下 真的叫做趋居下风 从股市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不只是贸易大战 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大战 或者是货币大战 所以各位请看一下 胜出的美国股市 稻虫工业指数来说 目前还在持续的往前波的高点 来做一个迈进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在美国科技类股亚马逊 再次的大涨 所以美国科技类股的部分 各位请看一下 再次的往上创下了高点 所以看到美国股市 欲罢不能的情况之下 其实台股现阶段而言 真的就是拖了美国股市的幅 暂时并没有太大的疑虑 另外一个部分来看 费城半导体指数 在费半指数上面来看 是这一波里面的涨势 是比较弱了一点 当然礼拜四台积电的法说会 是否能够带动台股 在这个地方激励往上 当然费半指数上面来看的话 依然是未来能够支撑台股的 最大的一个重点因素之一 那我们看到在美股四大指数 全面收红的情况之下 那对于今天的盘势上面来看 应该是不予过度的悲观了 好 不予过度悲观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道琼也好 从NASDAQ也好的话 甚至到费半 甚至到整个TSM台积电 ADR的表现部分也都还不错 至少还是一个收红的情况 当然这个礼拜不要忘记 礼拜四这个重头戏的话 当然在台积电身上 倒是在新闻面 还有哪些焦点话题 我们首先第一个来看到 Fly主席鲍威尔 重申渐进式的升息 升息有它的条件 事实上就像汇率一样的话 是一刀两刃 您的观察 在这升息当中的话 有什么重点 再来新台并终止连五扁 会是观望的气氛 是浓厚的连五扁 代表什么含义 那么从美元指数上观察里头 又看出什么端倪 这些也都是等一下 要请指数帮我们补充的地方 我们先从这两个重点来看一下 好的 关于美国联准会 在昨天来说 发布了渐进式的升息 我记得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其实已经预告给大家了 就是美元指数 就算短期上面的是 出现向下震荡 但是如果以中长期 上面来看的话 依然是呈现往上升息的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准备好资金来 去做美元存款 或者是做一些买进美元的资产的一个部分 当然为什么说 现在逐步的升息 原本我们预估是说 它应该要比较鹰派激进式的升息 但是这一次联准会 真的体恤了全世界的股民 就是比较鸽派的一个升息 那为什么升息 因为现在的就业来说 真的是表现不错 而且通膨现在已经来到2%的目标了 所以现在整体上面来看的话 家庭非常的和乐 月消费的支出也增加 企业投资上面也是呈现成长的 住宅营建也维持高水准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表示 欣欣向荣的阶段 确实是没有错 所以联准会来说 就会把多余的过剩的资金 从这个股市里面收回来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原本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 大家还记得吗 10年前 10年前的金融海啸 那金融海啸以来 是不是呢 大家就是印钞票 这个撒钱 好 使得股市来说呢 在资金行情之下呢 沿路大涨已经至少涨了 8年 9年 10年的大多头行情 真的这个大多头来说呢 真的走的是一个非常久 所以呢 现在呢 使得这个股市欣欣向荣 所以大家就有钱消费了 然后就业市场也表现不错了 所以呢 现在呢 渐渐的 最近我们看到台股也好 或者是全球股市也好 资金的部分呢 已经是慢慢的量缩 那这是表示说呢 过剩的资金 从股市上面收回来 那未来呢 整个行情就是要走的是一个基本面 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呢 股市里面瞬息万变 昨天我们看到会市的部分来说 台币是呈现小幅升值 但是在昨天一旦宣布 美国要升息的情况之下 结果呢 预计来说 昨天的夜盘 各位夜盘 昨天晚上的货币市场里面的夜盘来说 台币呢 亚洲呢 这个币值来说呢 就呈现了这个贬值 贸易大战冲击期下的话 全球股市预估有错低15%的可能性 可是话说回来 贸易大战到目前为止似乎也让美股的部分 持续在新高维持在挺进当中 您能观察呢 好的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综合的全球股市 我想近期以来的股市来说呢 真的跟过去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不同 因为大家为了要救经济的情况之下呢 往往就是拿出呢 这个股市呢 当成一个试金石 就是拿股市来救经济 可是呢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呢 都是从实体经济上面来看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 为什么说在大陆这一块 它的股市呢 是比较往下 我记得在今年初的时候 曾经去过上海一趟 就是中国上海一趟 跟他们的就是业界 就是股市的业界来说呢 大概聊了一下 因为呢 他们的政策领导上面是说呢 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相抗衡的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日本之前跌倒了 所以呢 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贸易战 经济战 或者是这个汇率战来说 真的是防薪非常的一个重 所以他认为说呢 如果美国就是把这个股票市场开放 全部开放给这个外资的话呢 其实它很容易呢 就会跌倒 对于它的经济来说就不好 所以他宁可把资金转进实体经济这一块 那也因此呢 从这里来看的话 美国的这个股市来说 还是一样是一个独霸全球市场 所以它的吸进的力道真的非常的强 那因为呢 台湾是依附在这个美国的电子业上面的 所以我们电子股上面呢 还是呢 比较强了一点 那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这个主题里面呢 苹果新笔电 这个部分来说 那我们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呢 当然就是受贿程度非常的一个大 那我们的供应链来看的